嗨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呢还是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阁 昨天晚上呢 我们不是从这个巴尔米拉回来嘛 就比较累 所以说我睡得比较早 我大概十点钟 十一点钟的时候躺在床睡觉 哎 睡着睡着 大概到十二点的时候 然后我就咪咪等等的听到一个 就是那个导弹发射的声音啊 就那样呲那样子 我吓一跳啊真的 我咪咪等等的 然后郑姐 郑姐 郑姐就喊我 鞋底鞋底起来了 起来了 好像又空袭了 空袭了 然后我就赶紧的起来 过了大概那个导弹 发射飞了那么个就几秒钟的感觉吧 然后就突然一下 远处就传来那种特别大的声音 爆炸声音 咚的一声 然后我就赶紧的就是去阳台 我就往那边那个山嘛 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山嘛 因为山上都是防空部队 就是应该那个拦截的那个系统也是在山上放着呢 结果 看了大概一分钟吧 我又困得很 然后我就心想算了算了 我可能 我心想我也看不到了 结果我就回去准备睡继续睡觉 我刚躺下 刚这样躺下 结果呢 又一发导弹 然后又一发导弹 然后又一声巨响 砰的一声 我真的是好吓人 今天早上的时候看那个新闻就说 昨天晚上以色列又空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阁 就是空袭的应该是郊区机场那边 造成了好像说是有四个军人死亡 三个人受伤 这样子 所以说啊 这个一个国家一定要真的要强大一点 你这个不强大 你根本就守护不守护不住 什么领土呀领空呀领海呀 根本都守不住 因为这些科技不对等啊 这个军事实力也不对等啊 人家这个战斗机 这个导弹子真的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就这座山嘛 卡松山 我们那天又不是爬山上去了吗 看了一下这个大马士阁的全景 就是这个山顶这一部分啊 是过不去的 上面都是部队驻守的防空部队 所以说以色列的导弹 从那个方向这样子打过来 这个防空部队 它能相对来说拦截一下 但是每次都说 Hello 每次都说拦截啊 说拦截一部分啊 但是每次都没有完全拦截啊 还是有导弹落进来 然后哎呀 就是造成一些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这真的是科技不对的 真的没辙 其实叙利亚的老百姓早就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并不会因为昨天晚上有空袭 而且还造成了人员伤亡 而感到有什么 照样第二天该是怎么样 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都不会耽误 因为他们毕竟这里打内战 毕竟的话这里打仗都打了十几年了 老百姓这种就是听炮声听枪声 濒临城下 然后又是缺油缺物资 然后缺面粉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过了 真的是过了十几年了 并不会觉得有什么 真的 他们已经是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叙利亚老百姓啊 在我眼里真的是非常的 真的非常的淳朴善良 但是可能自己处在这个位置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难 因为还靠近以色列 而以色列呢 真的是时不时的就会 战斗机过来空袭 或者是发射导弹空袭 这不是说是偶然事件 这是时不时的 因为我来这个叙利亚旅行了25天 上一次空袭呢 也就是在前几天 就前几天 就包括这个摘月 这摘月已经是空袭了两次了 所以说真的 老百姓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的 就习惯了的感觉 因为防卫防不住 我就说了嘛 每次看那个新闻都说 什么会拦截会拦截会拦截一部分 但是感觉都没有什么效果啊 该落下来的导弹还是要落下来 该炸死的人还是要死去 该损坏的房屋建筑 还是依旧的损坏 没有任何办法 没有人能说是改变什么的 大家只能说是活着的人继续活着 就像这样子 这是个赛事场 该买菜的买菜 该吃饭的吃饭 该怎么样的怎么样 去利亚反正现在是什么都缺 又缺油是越缺电 我在这生活了二十几天 反正就是没电的时候就睡觉 有电的时候就工作玩手机 就这样子 它这个青椒比我们那下边那个好 就这种就这种 对 就这个青椒比我们那边买的好 我们来买菜来了 这边是这个 悬坡上的一个老菜市场 买点醋就买点菜 它这豆角还不错 这个豆角长得挺好看的 这是我的话 我这豆角 这就是切成丝 把肉吃 你要买这么多 多这个茄子饭 那天吃过这个 他们这边一个是 一种是拿茄子 塞米饭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 葡萄瓜炒米饭 这个两个苹果 真的是 什么菜还不错 你现在到我家了是吧 哇哇哇哇哇 快到了 这边在排队买饼子呢 我们准备下山了 这买的一个菜 哇 这个车也能开进来吗 叙利亚目前为止 这些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了 这菜的价格是蹭蹭往上涨 真的 我一个中国人我都觉得好贵啊 这个 这个就是新鲜的杏子 他们喜欢吃这个 这个应该就是新鲜的小杏子 不是你看到没有 你说那个阿语都不一样是吧 对对 可能 我觉得都是一个东西 坐个出租车回去了 阿姨啦 阿姨啦 来 握个手 小野没有续棒没有 续棒还有没有 续棒今天就没有 5万5万5万 5万10万都可以 5万5万有 你先把那个美元给我 对 我又找尹哥弄了点美元 刚好有5万这里 对 5万5万 刚好5万 那5万过后小妈妈给你发红包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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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这样你先忙 好 好 那个驱约弹的车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知道 然后他是明天早上7点钟有一班车 然后他现在是说 我们这边是中国人的话 就是说他要问一下 看手续 办这个手续 时间长不长 应该不长啊 就是直接进去这 落地入境 他问一下 等一下回我电话的会 哦 明天早上7点钟啊 是大巴车还是什么 大巴车 好 行行 你帮我问一下 对 在哪里 地方呢 地方在我工作那个地方 就上班那边 哦 那你知道地方 到时候我给你个位置吧 我问号的时候发个位置 好好行 我现在没有网 过后是冲网 就这样的 你先忙 好好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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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几十啊 你还想换我的小面鹅 我还想换你的呢 你的那个五 我就五十小面鹅没言 这个二十 这个二十 这个十块的 二十我可以给你换成十块的 五块的你就别跟我换了 因为我可能过海关的时候 我需要小面鹅 那行 那行 这是我的是吧 不不不不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是七百名鼠 你给我找五十美元就行 三百 那五十还是你的 对 那五十美元也是我的 当时找归你的 这是五万 我在叙利亚旅行了差不多一个月 也是时候该回约旦了 继续去沙特 这样想的 这绝对不会是因为什么以色列空袭 我给溜了 那是不会的 就是因为我巴尔米拉 就是因为我巴尔米拉 什么都去了 基本上该走的地方都走了 想的也确实是该离开了 刚才跟郑姐把这个单买了一下 我前后在郑姐这住了有十三天 就包括今天十三天 因为那时候谈好的嘛 就是持住就加一期一天是五十美元 所以说总共支付六百五十美元就好了 我现在呢是准备去充个流量 因为叙利亚这边的网络 不是很贵 就是我再充上三十五个G 临走之前呢 再用上三十五个G 把我的视频呢 多发布一点 定时发布 等我回到约旦以后呢 可能我会马不停蹄的 赶着去沙特 第五六二 现在是十二点半 对 等着就好了 这一十二十三十五五十六 这一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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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十六 这三十五个G是两万六 三十五个G两万三千八 再加上手续费两万六 这边办事还是蛮快的 马不停蹄啊 现在又搭了一个速度车 准备去车站问一下明天的车 多少钱啊 什么时候发车 噢好热啊 OK 到了到了 给了他一万块钱小费 哎呀 就这里我来的时候就是 这其中的一家 我现在再问一下 明天什么时候有车 回约旦 就这家公司啊 这个大门里边啊 我刚才已经问好了 就这家公司 因为我就是坐这家公司的车过来的 他每天早上7点钟 每天早上7点钟发车 回这个约旦首都安曼 这是名片 这是电话 大家记住一下啊 记住一下 这角度看这座山 你看看 导弹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我们现在去老城区方向 在这做园艺呢 看一下 这里呢就是大马士革博物馆 这边是大马士革博物馆 是大马士革博物馆 是大马士革博物馆 因为明天要走嘛 心想的干净把博物馆也录到完 边摆了一些就是 不知道从哪搬来的一些石头什么的 门票很便宜 两千块钱一个人 但是里边好像不允许拍摄 这就是阿拉伯语的石头 应该不允许 因为我查的资料说了时间 看一下吧 这应该是个向导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门也好 这个大门啊 好像是从其他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城堡拆过来的 有点像那个衣食堂那种感觉 就是把这个整个城堡 这个大门全部都分割成小块 然后到这来拼接的 很重观的 这里边不知道能不能拍摄 先问一下 这个博物馆呢 确实是不可以照相 也不能摄像的 但是呢 当你在游览的时候呢 会有工作人员过来跟你聊聊天 因为他那里边全部都是阿拉伯语 你根本就看不懂 然后他又不让拍摄的话 那真的是手机掏出来翻译都困难 因为那里的信号也不太好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呢 就跟我沟通了一下 他就带我去了底下的一个像地下室 然后他就说 你可以在这拍上几张照片 我说真的吗 他说是的是的 于是后呢 我就拍了几张照片 这里边的很多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都是罗马时期的 一些古迹上就是抠下来的感觉 就是有的 有的还是巴尔米拉那边的 他可能因为破坏了以后 他就把它抢救性的挖掘出来 只是把这个比较出名好看一点的这个雕塑 全部都给摆过来了 是这样的 这个叙利亚这个历史啊 就是非常的悠久 大马士革呢 可是号称连续有人居住一万一千年 就是考古挖掘的东西呢 就多的多了去了 可能目前为止展览的话 也就是不是很多 反正还是比较值得来的 这里门票才两千块钱吧 好了这个视频呢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呢现在准备回去赶紧的工作一会儿 晚上呢可能我们还要去朋友家聚餐 聚完餐以后 明天呢就收拾收拾 准备离开了 就是说这个环球旅行啊 像我都具备了一个能力 叫超能力 所以说呢 发挥我的超能力 就可以搞定一些照片 就这样子了 这儿八经呢 拜拜